紧紧相连的两条街道 一边是满目萧条 另一边却是人潮涌动 真是天差地别 这就是国庆假期期间 广州上下九的样子 这期视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如今的上下九步行街的现状 上下九步行街又分为上九路 下九路和地石斧路三部分 上九路和地石斧路分别位于东西两侧 下九路则是处在中间地段 现在看到的就是处在中间地带的下九路 视频是拍摄于10月4号 我这次就从下九路一直逛到上九路 来看一下下九路与上九路 在人气以及商户方面的差别到底有多大 这边是位于西侧的地石斧路 可以看到这条路上的行人很少 街道两旁也是挂满了五星红旗 前面还有老字号的陶陶菊和连香楼 这边还是属于地石斧路 前面有个平安大戏院 从这里开始人就多了下来 这边就是完全的步行街了 不允许车辆通行的 可以看到街道两旁都是非常具有西关风情的特色西楼 以前来过这里的都知道 以前这边逛街那是人挤人往前走的 现在这边的人气已经大不如前了 就算是国庆节这人气也跟以前没法比 这边还有个新华书店 过了前面的围栏 那边的路段就是下九路了 我现在是已经从地石斧路逛到了下九路这里 可以看到这边街道两旁也是挂满了五星红旗和红灯笼 装饰得非常漂亮 这边有个地方旅层 这里还是下九路 已经是靠近上下九广场的地段 到了这个位置人气就看起来比较旺了 现如今上下九的局面就是越靠近广场人气越旺 而远离广场的上九路和地石斧路人气就差很多 前面还有十来米就到了广州上下九广场 看 就是临近广场这个位置的临街商铺还是有关门的 我现在是已经来到上下九广场这里了 一路过来这人是越来越多了 看一下现场这人气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四十五分 这边再往前走就是立万广场了 其实现在很多来上下九步行街逛街的人 都是冲着这边的美食来的 这边有老广人非常中意的酒家 比如广州酒家和陶陶居等的 而街边的各种小吃也是琳琅满目 比如臭豆腐 烤串和牛杂等等 可以看到立万广场这前面的商铺 已经有很多关门的了 接下来我们就再去到上九路逛一下 这边就是上九路了 可以看到这沿街的商铺 成牌都是关门的 以前这上下九可是一铺难求啊 现在竟然沦落到没人来租的状态 而这街上的行人也寥寥无几 看这街道两旁也没有像下九路那样 挂满五星红旗和红灯了 这上九路与下九路的反差也太大了 不但这边的商铺没人租 连人也很少 而这些为数不多开门营业的商铺 看起来也是难以维持 真是三十年河冬 三十年河西 这上九路如今的现状 真的是让人感慨唏嘘 好了 这期广州上下九商业 不行接现状的视频 就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Zither Harp I die a life before my eyes As I hand it I say it won't turn end I don't really see much of anything